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个生活习性啊很像我爸 所以你看他平时爱管冯小刚叫哥哥 不是那种撒娇的哥 是李逵叫宋江的那种 哥哥 哥哥 刚刚这杯下部电影 让我当女主角好不好 显然是不太好 方华就没让他演 方华已逝 方姐不上网 还讽刺我们接受采访 说玩微博的人都跟神经病一样 那你既然知道 能不能劝你哥稍微控制一下 这个逢岛很惨啊 在微博上经常让人骂 医疗这个男女问题就被骂直男癌 您不知道我可能不知道直男癌啥意思 别害怕 不是真的癌症 但比癌症难治 这个金姐呢也是资深患者 你看这个病啊 男女都能得 我看你也有感染的症状 这个到时候你跟你哥夫妻俩一对直男 那真的是 赵立新 这个人好演员 差点跟那个金姐合作拍叫什么林海雪园电视剧 演夫妻错过 金姐还挺惋惜 本来有激情戏 但金姐自己说了 赵立新欠我一场激情戏 赵老师 好险呢 好险 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张新义 这是我的好朋友 这就可见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这个张新义婚礼的时候 这个跟袁红那次 人人人人 特别有特别有特别有 跟袁红那次 那天那个大家看到了吧 伴郎团各种上头条 说伴郎团特别帅嘛 有胡哥 彭于燕 马天宇 刘浩 哎呀 这这都是袁红的朋友 跟他没有关系 不信你们想一想 你自己想 是不是根本想不起来 那天伴娘是谁 我就说是我都有人信 对不对 可惜不是我 不然你们就记住了 对不对 那天那个婚礼 大家注意力全在胡哥啊 什么朋友圆他们身上 看到张新义都一愣 嗯 你是谁 你来干什么 你是不是要反对这种婚事 你的 张全凌 著名前主持 著名也是记者 现在辞职做投资人 人生经历很丰富 去那个罗布泊无人区采访过 也不知道采访谁 然后去大沙漠 气候很恶劣 然后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看到地上有那个空的矿泉水瓶啊 就捡起来看看还有没有水 这是个好习惯 你以后投资失败了也用得上 但就不用亲自捡起来看了 你这行业有成功的经验 你就直接问就行 瓶还要吗 从从事这种工作 就是最好穿我这样的衣服啊 安全安全 张全凌在奇葩说表现很好 被称为女版高晓松 在央视的时候就被夸是这个女版白眼所 我觉得吧 这种夸人就是有点歧视女性 你夸就直接夸 为什么非得跟男的比 你心里还是觉得男的比女的强呗 对不对 你为什么夸男的的时候不跟女的可以比呢 比如说飞飞 飞飞也在奇葩树 你怎么不说飞飞表现真好 真是男版张全力 这要是别扭 就是彭博 小伙子长真好看 真是男版三冰冰 不能这么夸人 张绍刚主持的真好 会说脱口秀 四五十啊 穿的花里胡哨 尖酸刻薄 惹人反感 真是男版金星 不好 不能这么夸人 两个人都不高兴 金姐 前辈 向来以这个大方 大气著称 成立那个舞蹈团 自己说过 我们舞蹈团 凡是跟我十年以上的舞蹈演员 我都送一辆车 都送一辆车 共享单车的发明者 金星 我们这个节目啊 就是想试图吸引各种口味的观众 请过这个音乐圈的 魔术圈的 体育圈的 今天请来了金星 这就算成功打入老年圈了 金姐 在中老年朋友们里的影响力 我跟你说 仅次于骗子 我爸妈 我爸妈就劝我 生孩子结婚 劝不动的时候 就打开一集金星的节目 我不跟你说了 让金星老师直接跟你说 你看就同样是做节目 你看人家金星老师 多会讲道理 把那些封建思想 讲得多么透彻 你再看你们那个节目 怎么就知道让观众开心 观众朋友们对不起 是我让你们开心的 是我让你们开心的 我其实挺感谢金姐的 我还挺小的时候 就在电视上看过一个金姐的纪录片 讲述了她的人生选择 给我很大震撼 那个片子教会我两件事 就是勇气和包容 金姐到今天 经常说一些刻薄的话 说一些观点奇怪的话 被骂也要说 说明她从来没有失去勇气 也希望我们依旧能给她包容 即使她有时候看起来 确实是脑子瓦塌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